今天来木黑川看樱花 这边我几年前来过一次 也被震撼过 非常的美 不过今天又是一个没有太阳的一天 今年看樱花的日子好像都不是那么好 对面就是樱花 我们现在先排队 排队点餐 没等几分钟就排到前面了 可以在这先看看菜单 他们推荐的那个牛骨髓 意面是哪一个 这个看某书推荐照片里面绝了 打算试试这个 我们整了一个窗边的 这样也方便 从来没有见过黑色的事情 应该是干净的吧 这个是从牛骨髓里直接 把骨髓弄出来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这个披萨看起来不错 干什么 看哪平穷 是有点焦啊 直接说结论啊 挺好吃的 但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吃 面稍稍有点硬 但整个的酱拌的还是比较香的 披萨我就不太推荐了 有点太酸了 一句话总结啊 就是另似于景点的饭吧 比较宽敞 适合带宝宝 吃饱喝足 去看樱花了 安保的人都是老爷爷 确实很美 全部都是樱花 然后脚底下也是樱花 如果有太阳的话可能会每十倍以上 但是现在已经很震撼了 围绕着你周围都是掉落的樱花的感觉 木黑川樱花是东京的赏银名所之一 每年三月下旬至四月初 沿着木黑川的河流 可以看到八百多株燃井极叶 因绽放粉红色的花朵 形成一条美丽的樱花长廊 木黑川樱花季期间 还会有夜樱点灯活动 让樱花在夜晚更加的迷人 所以其实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来看夜樱啊 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 路边还会有卖这种草莓的饮品 今天是工作日 人流还是意想不到的多呀 不过我个人觉得 比上野公园稍微好一点 因为上野公园的人流实在是太多了 我在那只感觉到人很多了 可能因为这边有来去两条路 然后把人都给分流了吧 这个小姐姐的鸡蛋烧 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全场我忘了 但是要走很久的 一点多公里吧 一点多公里吧 还是有两公里 路边有很多的小店 各种各样的年轻人都在这里 喝个啤酒啊 喝一个饮品 咖啡什么的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但是我已经吃饱了 生意很好啊 躺平熊 这个熊好脏了果然是躺平款 除了樱花 旁边的路上基本都是小商摊 一路上吃喝过来都不带重量的 现在呢 樱花已经开到最大的时候了 然后一直有落荫出现了 风一吹就开始飘樱花 肉眼看到的世界是非常美丽的 我的手机可能拍不出那样的效果 我个人觉得这个场地比上野公园 更适合带小朋友过来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错峰出现了 周六日人还是很多 尽量安排工作日过来 这条河已经变成樱花瓣的河了 可以看到河里全部都是樱花瓣 我们现在是不能靠近这个边上的 会有一些护栏 隔着这个护栏也可以看得到 很漂亮 哇 风欲吹 漫天的樱花瓣 很是唯美啊 什么也不用干 然后轻轻地看着樱花飘落 享受着自然带给我们的这种冲击 这样一个下午过去了 好可爱的盆栽 发长大的一点 住在这里应该蛮吵的吧 但是确实很美 老舍先生曾副诗耐良樱花 香情默论天边月 自有樱花圣洛阳 周恩来总也曾副诗 樱花红墨上 柳叶绿池边 燕子生生里 相思又一年 花一是花 美就是美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感受自然的力量 下期再见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造型资 并修、品 transp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